好,我们现在开始上的叫悦音三要素 这个是一个随便说的话 听起来好听的声音叫做悦音 听起来很难听,很吵杂 会让俩空的声音叫噪音 不过这有的时候会有主观的想法 有很多的重金属摇滚 对我而言就只有一个字 就是吵 可是有人就觉得它很悦了 所以不一定 但是重点是这个 通常所谓的悦音是由所谓的规则的振动所引起 噪音是一些不规则 比如说那个东西划过不定 那种不规则的振动 然后呢,就会比较 那个好杂一点 另外呢,这是我们要开始教的 你听到一些声音 会能够感受到它的不同 不一样 有一些不同的feel 感觉或什么之类的 是由三个因素所决定的 叫做响度 音调跟音频 就是我们要教的内容 就叫做月音三要素 月音三要素叫做响度 音频 音频 叫月音三要素 然后就是后面就要给你介绍 什么叫响度 什么叫音频 什么叫做音频 跟你说明这些东西 然后 第一个叫做响度 响度就指的就是声音的大小声 声音大就是响度大 声音小就是响度小 音量大小 你调那个收音机 调那个520的 所以调所谓的响度 调所谓的音量 音量大小 它是由政府决定的 因为政府代表性能量 声音比较大声 代表能量比较大 声音比较小 声代表能量比较小 所以响度是由 使的是音量大小 由政府决定 由能量决定 那么 响度的单位叫做分贝 db分贝 分贝 分贝 分就是百分之一啦 分百分之一的 分贝 百分之一 d百分之一 那这些约绿值不用贝 看一下就好 安静的卧房啊 一般人那种 轻声细语耳语的那种 声音大小声啊 安静的乡村啊 都市啊 分色机 起飞啊 disco餐厅 那后面有个东西是要背 那我再告诉你 就是一些阅略的音量值 看看就可以了 就是所谓的劳工安全卫生的规定 这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的环境噪音值在90分贝 基本上那个人可以在那边工作八个钟头 但是如果你已经到了100分贝 那应该是要每两个小时就要停工一下 要出去 揪食 不要一直在那个高的 高噪音的高分贝 因为你耳朵有伤害 可能有伤害 你们有一些大哥啊 戴耳机 开了很大声 这很多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毛病 听久了就变成重听了 因为你就持续要那种大声的去刺自己的耳膜 那久了以后小时他都听不见 太大声了 所以你身心都有一些妨碍 肯定都会有一些妨碍 这个是国中不用算 但是你只要了解观念就好 分贝的数字每增加10 代表的能量变成10倍 变成10倍 所以呢 20分贝是0的100倍 0 增加10变10倍 10变20 再变10倍 所以10乘10就变成100倍 这种计算呢 是一种对数的计算 高中才会教对数怎么算 所以你现在不用管他怎么做 你只要有关系 并不是 所以你不要觉得 60分贝跟70分贝差10嘛 70跟80也只差10嘛 差不多嘛 但差很多 如果你的60是1 70是10 80是多少 100 那差很多 所以会不会越差会越大 因为这跟人的感觉有关 因为人的感觉就是对于数情 你就不能管他 所以你只要这观念有就可以了 观念有就可以了 但是你们不需要任何的计算 高中以后的事情 有 好 那人耳听觉下限 叫零分贝不是没有声音 就是人能够听到最微弱最微弱的声音叫做零分贝 零分贝 OK 那如凡是听得不舒服的 这叫讲老师听得不舒服叫噪音 可是在法规上是后面这句 法规上是规定 在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你是社区还是工业区 不同的时间 白天还是晚上 还有第一个标准 只能够有60分贝 还是只能够有90分贝 还是只能够有100分贝 那可以超过这个标准的 就叫做噪音 你如果放贝多芬 因为胶强曲放得太大声 那也叫做噪音 不因为说这世界名曲 对不起 太大声就叫做噪音 OK 所以超过标准的 就称之为所谓的噪音 还有不同的标准 我们也没办法仔细讲 反正就是讲过了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时间 就有一些不同的标准 噪音就会 刚刚讲会干扰你的生活 对你的身心都会有不良的影响 身心都会有不良的影响 50分贝干扰学习 70分贝会烦躁不安 120分贝耳痛受损 就这个图 这是这个图 等一下 我待会要回去 这是这个图 这个有人会问 这个有人会问 这个就是考试题目会有人问 几分贝会与班导交谈 几分贝会影响学习 几分贝会听力受损 我上面写的并没有全部 但是这几个比较 这几个比较长考的 但是也不止 请你回去自己把课本看一看 把一些重点 你觉得可能会问的 我听力受损的啊 什么之类的啊 把它记下来 就是有人会问的 多少分贝会造成什么结果 多少分贝会造成什么结果 就是你要说的事情 50分贝干扰学习 70分贝一开始烦躁不安 120分贝会引起耳痛 OK 这个表 课本上有的 课本上有的表 OK 欣赏一下 看一看 记一下背背 OK吗 那就是一些噪音的来源 工厂 营建工地 那个养折在盖的时候 已经很安静了 当初高导屋在盖的时候 就很吵 因为那时候还是旧式的 要打庄机 要把一个庄打到地上 拿个粽子 砍砍砍砍砍 非常非常的吵 营建工地 然后养折在盖的时候 就算是安静多了 就是新的做法 比较好一点 工厂 交通工具 乱按喇叭 还有你的汽车啊 什么都会响 就只有喇叭不响那种 然后 很吵啊 风切一声啊 什么之类的 婚伤起信啊 集会游行啊 控衣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宠物啊 狗叫 猫叫 小孩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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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啊 什么之类的 我讲过了 标准是用声音大小 什么声音不管 所以要怎么办 第一个就尽量减少噪音嘛 改善你的生活习惯 用一些低噪音的东西 冷气机啊 因为现在都还好了 因为古时候冷气机真的很大声 打开冷气就会告诉全世界 我家有冷气 哦 台湾最冷气很想打开 我好像说我是安静 吴声 台湾好像说我安静吴声 痛起来没有什么 然后痛起来没有什么声音 现在的声音都 现在的声音都比以前小很多了 不是那种最先那种 吵死全世界的那种 现在都OK啦 就是低噪音的东西 大概就是做一些隔音设备 高速公路上面有一些花 好树木 电话树木可以做分隔打 分开两边 可以遮光 可以感触对面来测的光线 还可以吸收噪音 或者是没有噪音 那就是这样的功用 OK 这些东西就是高音房子 看看就可以了 重点就是最前面教的 所谓的 所谓的响度就是指的声音的大小 由政府决定 单位叫做分配 然后背一些什么 起分配或什么 背下就可以了 请问有人有问题了吗 没有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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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